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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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可以看少許海景的單位 而是全新裝修過 然後做那些櫃 儲物櫃和衣櫃都全部做好了 定置的 另一個方便是兩棵 小火的 我們看到這邊有窗 可以看出來的散景是非常漂亮的 一回來 景色就非常漂亮 一天到來 看到這些吊頂和場面 全部都跳到尺寸 都做得非常漂亮的 這邊把洗手台做在外面 比較方便 你可以在外面 擦牙、洗臉 裡面有兩樣洗澡 然後上廁所 都可以這樣封開來 這個單位 但是全部的櫃加起來 和公共區的櫃加起來 你會放下很多東西 全部都做好 不用做的 包括這些燈 還有吊頂 場面就全部都做好了 可以享受到海邊 沙灘邊的環境 又可以享受到 實嶺銀灘那邊的配套設施 所以這個歐遠來說 可以考慮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喜家聲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實嶺銀灘了 我們今天要拍的影片就是一個 繁高堆海 第二期就是銀灘花園的一個 九十三方的一個三房 一個可以看少少海景的單位 而是全新裝修過的 然後做了那些櫃 儲物櫃和衣櫃都全部做好了 訂製的 等於說你都不用怎麼做 全部清理一下 然後買回一些簡單的家具 和家電就可以了 而是價錢都賣得非常便宜 現在是他擺出來的價錢 差不多是七千多元一個房 在這個位置來說 是相當之便宜的一個單位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期的交通中心 實嶺銀灘的一期的交通中心 如果我們從香港過來 直接可以買那個 京橋巴士的票 就直接可以到這個交通中心了 下車就回到我們實嶺銀灘了 我們看看 如果你坐京橋巴士 在這裡買票 就是 在 連銀關口和潮社都可以買得到的了 直接到一期交通中心 全程就是一個小時多兩個字 然後票價是22元就可以到這裡了 整個這邊呢 住在這邊都非常舒服 因為我們這邊接近沙灘邊上面 然後呢 我們一會兒要去拍的那個銀灘花園呢 就是那邊的一座 就是 這一座了 這一座 應該看不到 被這個流動擋住了 這個流動呢 就是我們之前有拍過的那個 山海之在花園的樓座了 在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 沒錯這個位置 我們之前有同事 或是我們之前的 自己公司的一些同事去拍過 山海之在花園了 現在山海之在花園 然後裝修好之後呢 就是要拿出來賣了 因為 以至自己裝修完之後呢 想著可能 我都沒有時間回來 另一方面呢 可能資金上面有些 有些小小問題 可能要馬上等到他 這個單位呢 銀灘花園那邊呢 是大過的價錢 他一收到賣的時候 是一萬二左右 所以現在以至買的話 就是割了差不多一半的價錢了 打了六折出售了 嗯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看一下單位的 這裡的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就是这个交路设备的门 这个门也挺重的 然后是指纹密码锁匙生下一个门锁 这里就是一个厨房 厨房这里是全部都做了 因为业主买回来之后 自己重新全部装修过 帮上这些上面的吊顶和这些墙面 全部都填在瓷砖 一些厨房和客厅、餐厅和公共区域的地方 都是做铁瓷砖的一个设计 整个厨房就是一个U-ZEN的厨房 整个这一块的柜都帮你做好了 这个就是跟之前发展商交路的柜都不一样 整个这一块 这边是有一个名窗的 整个这个厨房的位置 你站在四个人都完全够的 炒菜、死菜、切菜 然后 摆盘的那些全部位置都够用 但是这个位置就放冰箱 那里没有预留的放冰箱位置 那个冰箱放在哪里呢 我们通过这边进来 这个位置其实你可以做一个 鞋櫃在这里 但是它现在远到你这边做的是 这边可以做鞋櫃的 这个位置呢 他做了这些柜 还有这些储物柜都有的 全部做好了 这个位置呢 可以放回一个 箱开门的大冰箱 这个位置 它就帮你做好了 然后这个位置 餐厅位 你放回餐台 然后在这里吃饭 都是完全可以的 整个这个 餐厅和客厅 和露台是在一起的 全部都是在一起 我们看到 一天到来看到这些吊顶和桌面 全部都贴在瓷砖 做得非常之美的 这个 等于说就不用担心脱皮的东西 或者是 弄脱的东西 清智都非常方便 日到来这个位置呢 就是 厕所和三个房间的位置 我们先看看厕所位 这边外面呢 它是做了一个 死扫台 这边呢 把死扫台做在外面的话 比较方便 你可以在外面 撑牙 死面 里面呢 就像洗澡 然后上去厕所 都是 可以这样封开来的 我们进来这边看下 厕所呢 就是没有做那些座座 做了那些吊座 然后这个位置是 轮盘 但是它没有做干线分离 其实你这个位置 也可以做干线分离 但是呢 这边再次就可以 呃 这边 厕所位呢 就是吊座这个位置 可能就 要看下怎么隔开来 再一方面 这个有个名窗的 可以通风采光 这边呢 是第一间房了 日到来呢 这边那些 衣柜 和工作台 都帮你做好了 这个位置呢 你去放一个 应该是1米5左右的 墙 你如果说做回这个飘厂 一起做 做过的那些 塌塌起来 做到这里 这个墙呢 就差不多有 1米 差不多 1米5左右 这样做的 空间就比较阔 你看这个窗呢 看出去的 看着山颈 和旁边的楼盆 就是我们之前有拍过的 山海自在花园楼盆 现在卖的价格是 8000到12000左右 看那些楼盆和景观 整个单位的衣柜都全部做的 都是新的 没有用过的 全部都做好了 那儿主是自己做的 自己订做的 这些都用了不少钱 但是 房间里面的场面 没有铁橱砖 但是都是新的 全部都是自己 重新装修过的 好 那我们看看第2间房 第2间房 它就做了这些 类似于 榻榻米的 一些储物柜 这些就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个是怎么开的 这样开的 打开来 就可以上来 很多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这样 影像式的一个 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放进很多东西 这个房间 都是全新的 包括这些衣柜 都是订置的 全屋订置的 衣柜 以及这些 工作台 都是全部都订不住 等于说 这个房间 和刚才那个房间 你可以 小朋友 或者是 住在这里 可以写坐椅 然后 住在这里 都比较方便 你这个 这个景 看出来 就可以看到海景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有个 L型的 飘窗 你都可以 放一些 桌子 在那里 喝茶 喝酒 看着海景 非常舒服 我们再看 这个房间 就是 主要房 一天都来 这边 都可以做这些 衣柜 都是全新的 这个空间 这边全部都做了 包括这些 一个场面 全部都是 衣柜 这个单位 全部的衣柜 加上 和公共区域的 那些櫃 你都可以放下很多东西 全部都做好了 不用做了 包括这些灯 和吊顶 场面都全部都做好了 再看 这边的景观 就是整个 可以看到 前面的 小径湾的 鹿旗 还有 下面的 鹿道 还有沙滩 还有海景 可以看到 但是这边 不是全一性的 那些 但是 就是有 两个 楼座之间 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位置 可以放一个 这里可以放1.8的墙 但是放了1.8的墙 之后 你长度柜度 放不下 我如果说是 我来设计 最好就是 利用这个飘窗 你可以做一个 跟我们刚才 这样的 做这么高的 一个 踏踏尾 那些墙 做到这里 可以做到这个位置 大过这个位置 整个空间就很大了 你这边都可以放一个 长途柜 放这个位置 都可以放到长途柜 这边可以放一个长途柜 这样做过了 整个墙 就大了很多 这个楼座 这个楼座多了 等于买这个单位 全部都帮你做好了 出来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餐厅位置 这边就是整个 客厅的位置 客厅的开间 都比较 较一点 差不多 有 应该是 3米6 到3米8 之间 一个开间 你看这边可以摆滑的沙发 然后 以后呢 茶几 电视 电视櫃和墙面 全部都做好了 你到时候 电视就可以 直接 卡到墙面上面 吊起来 就不用放在这个 这个电视櫃上面了 整个这个 背景墙都做完了 包括这些全部 那些灯全部做好了 整个单位做得都比较美一点 看过这些 这个墙面全部都填上瓷砖的了 再出来这边就有露台了 露台这边你到时候买回来 只要自己清理一下 哇 这边其实 这边可以整理的了 他做了一个 死手台在这里 之前我们有看过 有些业主是直接 把这边搭板 然后这边他做过那个 死衣机的那些 櫃在这里 你看要不要做 这边的露台就不算太大了 包起来这个位置就是 死衣机和 弄了那些两衣架 我们先看回潮向 这边潮向是潮栏的 偏小小西 这边网上的景和我们刚才主任房和网上的景是一样的 看着前面的 小剑湾的陆旗 和律道 沙滩又有一些 然后看着一些海景 整个这个单位都比较开阳 因为我们楼监局比较阔一点 我们跟前面那座 楼的距离都是 整个花园这么大 看出去的呢 园区里面的景观都比较美一点 楼下就有些树 那边有个泳池 那边是那个 学校 在我们旁边 那个小剑湾的小学 整个单位93个方 现在业主买的价钱就是 68.8万 单价就为了7000 出头多一些 7300 7400 整个单位看过就是全新的 包括这些楼面吊顶 还有 衣柜全部都帮你做好了 你就会比较省时间 省时间 就不用怎么做 你自己买回家具家电 然后做清洁 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自己要做的话 就那些 墙 那些墙 你自己要买回 你看一下要不要做那些 塌塌味 有个房间 那些都会帮你做好了 另外两个房间 你自己再摘一摘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单位 有些其他的费用 就是有 过税和期税 是两个房间 差不多就围到 因为是93方 8000多 可以记一笔数 差不多要 16000元左右的税金 16000 其他还没有什么费用 你 68.8万 加上1.6 就70 出头多些 你记得那些中介费那些 差不多 71万 72万之间 可以全部搞定了 记得你数 单价就是7500左右 7500左右的单价 就全部搞定了 你自己买回那些 傢伙和一些 桌子 沙筷 电视机 电视和家电 其实就 差不多 一万多元 两万左右 就可以搞定了 两万左右 应该可以搞定了 所有的家具和 一些其他的家电 还有衛生就搞定了 这个单位其实来说 这个游泡花园 在这个位置来说 就是之前买过的时候 这个欧丸 一锁楼买的时候 是1万1 1万2左右 它现在价值 都是赌了一半价的价钱 而且旁边 新盘现在买价钱 我们刚才说过 那些新海自在花园是8000到 1万2之间 然后那个小账 6期 已经买完了 那些买的时候 最高是 24000到26000之间 那些便宜的单位 都是14000到25000 买回来的 都是低路程的 这个楼层 也是12楼 看着海景 整个单位都比较开阳 我们看过整个三个房间 和客厅这一块 都比较开阳 93方 做了三房 但是厕所就少了 是一个厕所 这是一个缺点来的 其他都没什么缺点了 整个这个 位置来说 都比较舒服 盖着我们的沙滩和海边 绿道 然后去到我们小账湾的商业 配套设施那边 都比较方便 然后去到一期的交通通商 都非常方便 所以说 你如果从香港回来 搭车 直到我们的交通通商 下车回来 都比较方便 再一个 你是 京橋巴士 过到这里的 第一个站点 就是 樊高的海 在樊高的海 下车回来 都比较方便 你看看 你想在 樊高的海下车 也是在交通通商下车 走过来差不多三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 都非常方便的 最一个你如果去吃东西买东西 去一期那边 那些 银库街市 在一期那边 一个站就去到了 如果你打车的话 差不多 5分钟左右 10元就搞定了 所以说住在这边 你可以享受到海边 沙滩边的环境 又可以享受到 十里银滩那边的 配套设施 所以这个欧院来说 可以考虑回来的了 这个单位 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粉丝对这个单位 有兴趣 想过来看这个单位 就要通过我们 视频上方的缘码 加我们的WeChat 或者WeChat 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我们会去关口 接大家车子车送过来看楼 今次介绍这个 银山花园的 一个93方的三房 单位就介绍到这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